冰箱不是万能的 肉类冷冻的时间不年超过一个月 很多人的家庭都是一样 马马去买菜的时候呢 一买就会买好多肉类跟菜类 回去冷冻冷藏 但是你们知道吗 这样是不好的 肉类冷藏的时间越长 对我们的身体越不好 今日越南河内科技大学生物教授说 肉类冷冻的时间越长 确实会产生有毒物质 他说虽然冰箱是可以让我们 把食物储存得更长时间 但并非无限冷藏 肉类在阴熟时 在零下摄氏50度的温度下保存冷冻 最多可以保存6个月 自于普通冰箱 这样的储存肉类 最多只可以保存1个月 储存在冰箱中的食物 仍然会含有微生物 这样的微生物 只会在低气温的环境下变得不活跃 如果在冰箱内放置时间越长 这些微生物会是硬并慢慢地重新活跃起来 产生对身体有毒的物质 不仅是肉类 所有其他食品在冷冻的时间过长 都会变质 理想的情况下 应该尽快吃完这些储存的食物 不要储存太久 听到这些对于冷藏的知识 你们都了解了吗 记得不要存放食物太久哦 好 好